主席我先請主委 有請主委 委員好 主委今天要有一些解凍案 是 那麼解凍案等一下我們會詳細的來看 那個如果是用在必須要用的 我想我們不會為難 是謝謝委員 但是剛才因為陳委員正好提出的這個議題 文化獎跟台灣獎 我想文化獎很清楚就是頒給我們國內的 一些對文化比較有貢獻的 那這個倒是我覺得應該維持 但是台灣獎 我個人是希望不要侷限在華人的台灣獎 你如果是要頒一個像類似的諾貝爾獎 你就讓他更開闊一點 就是一個國際的諾貝爾獎 那有一些外國人對台灣其實他的貢獻不亞裔 就是台灣人或者是華人 是不是你可以考慮 我覺得這個可以把它改變 就是說你不要侷限在華人 這樣的話我覺得我可以支持 好不好 就這個部分 那今天因為鄭委員有提出這個文字法的修法 我個人當然也有一些看法 那剛剛聽到主委也提到 原則上你們不是是希望維持原案嗎 其實我要提到就是說我們現在在指定的古蹟或者歷史建築或是聚落 除了這個自然的環境以外 那可能就是天生天然產生的一些自然環境 有的還是也許是先人的一種生活的需求所創造出來的 但是到現在來看他好像是一個自然環境 所以他還是跟生活息息相關 不管是他的建築或者是宗教信仰 早期一定是以宗教開始 然後聚集在宗教廣場等等 然後後來有一些生活上的需求 然後增加了一些建築的藝術等等 所以很多建築當然他的古蹟 列為古蹟他早期一定是跟生活有關 與生活有關的 或者是聚落 當然是大家人群聚在一起才有這個聚落的這種行程 所以基本上我也是同意這個主委的意見 其實他生活需要拿掉的話 或者是說跟生活有關 也許也可以這樣修正也不一定 也許你們可以再去考慮一下 但他是絕對跟生活息息相關的 主委您認同嗎 是 你也認為這樣是不是 所以這個修法我是覺得可以跟政委員說明清楚 其實也許就暫時不要把它拿掉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關古蹟指定的容積率移轉 我記得這個案子其實是早年我當立委的時候我們提出來的 跟很多學者專家討論過好久好久 那因為有一些古蹟保留 那或者是列為古蹟保留區 或者是列為古蹟的地方 所以他完全特別是私有的 我們指的是私人的嘛 私有的話他完全就是不能再利用 那對他們一個等於是一個補償嘛 所以容積率移轉 到目前為止 主委你知道有幾個地方是完成了這個古蹟容積率移轉的成功案例嗎 數字 總共四個案子 你說一下好嗎 台北市的清真寺 還有旺嘎清水鹽 還有這個陳月記的主廚 這是台北市的 那台北縣爐州的 新北市的這個爐州里宅 里宅 早期就是新北市爐州里宅是第一個範例嘛 那後來慢慢慢慢就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那麼我想鄭委員他今天提出來的是要把那個同一地區的都市計畫區 就把它拿掉 那一段把它拿掉 這拿掉以後恐怕會 大家都跑到台北市來啦 南部的人都跑到台北市來要求容積移轉 這樣的話恐怕承受不了吧 台北市的大概新北市台北市也不會允許吧 對這個就是我們 這是我們擔心可能會怕的一個負面的這個 我想鄭委員他是好意啦 因為他一定有接到一些審檢案件 可能同一個地區 同一個都市計畫區 那你就是說 譬如說桃園縣 那他是不是在桃園縣 可以整個桃園縣的一個都市區域計畫範圍內 可以使用 你們有沒有考慮到這個部分 我們是說如果說一定有這個急迫器修正的話 他可能還是要經過一個這個 討論 限制的 就是說地區的限制 然後再加上可能是內政部的一個把關 這樣子我想我們就可以 事實上同一個都市計畫區 有時候是很困難 這的確是 找不到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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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有一些鄉下地方 或者是現在的都市 都市計畫已經都沒有辦法再容量了 容納了 的確是有這樣的困擾 我想鄭委員大概是這個意思 不是 我沒有請 沒有 那個是我把他收到桃園縣 你想到你那個地方 這樣就好了 不是全國 但是不能把它拿掉 不是全國 就是希望把它修成在這個一個縣裡面 我知道 鄭委員一定是有這樣的成警案件 我知道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的那個主管單位 其實你們可以去把這個 再重新思考一下 的確是要思考 思考這個問題 那是不是他可以允許到同一個縣市 但是現在有直小事那麼大 會不會又造成一些因素 那個要不要局限在哪一個範圍內 我覺得是不是 讓那個主管單位邀集 相關的內政部相關單位去延商一下 好不好 那我覺得這個文治法的確有一些地方 如果真的十四幾年以後 有不合時宜的地方 你們應該討論一下 是 那最近因為我們在討論這個文治 修法嘛 那我們也看到報紙上正好兩件 跟文化資產保存有關係的 我想請教一下 最近那個台北市 就是台唐 台唐 在萬華大里街 台唐台北倉庫 這裡有一個 北台灣僅存的唐廠的遺跡 這個我都去看過了 那麼 他是 OT案給明華園 是不是 是 那明華園就是說 OT案給他們是整個園區全部OT嗎 你曉不曉得 這個細節我不是 可不可以拿一個人來說明一下 你們總要了解一下吧 雖然這個是台北市館的 這個唐廠這個 不知道 他就是由他進駐 來負責 這 是不是移交給台北市的 唐廠 這是市定古蹟嗎 這是市定的 市定的 市定古蹟 這是市定的 那個唐廠也移交給他們了嗎 我 財產也移交了嗎 好 那王王主任你來看一下 不好意思 你現在升處長了沒 還沒有嗎 沒有 還是主任嗎 主任比處長大 主任比處長大 跟委員報告一下 基本上 我們的了解是說 他為了活化在地用 所以 就是 不是 你先回答本席的問題 是 他現在是市定古蹟 是 市定古蹟 那他 你依你的了解 他是 OT案給他是多大的範圍 是整個園區嗎 範圍我們確實不知道 因為這個是屬於台北市政府 是 是主管機關 因為是市定古蹟的原因 所以 我告訴你主管 文化資產的人 不可以這樣 這在報紙上 已經都登了好幾天了 而且台北市政府 依我看 我不曉得他到底是不是整個園區 也許就是整個園區 那即使是整個園區 我們依照文資的官 的那個管理 就是說你在園區活化再利用 是不是要提出申請 這個一定是有提出申請 對不對 三次我們那個 台灣民主紀念館 再改成中正紀念堂 有沒有經過文資的 這個審查 經過好幾次 活化計畫以後 再審查通過 才可以換 對不對 連換一個匾額都要 經過文資的同意 對不對 那你在園區裡面 可能有一些都有可能碰到的 或者是說 台北市 我看到報紙上寫說 這個他把股月台拆掉的地方 是文資委員會指定非股基 這個你們有沒有去了解 你們也不知道 呃 這個 這個是那個 呃 台北市政府自己文資委員 那時候有 那時候 當時指定這個股基範圍之中 月台是沒有包含在裡面 是 會刊的時候 後來他們的指定的範圍 是沒有包含股月台 但是他如果要在園區裡面 要做一些拆除的工作 他拆除的工作 他難道不必提出申請嗎 應該也要 如果他是不是屬於股基保存區 他就是不需要 那現在我的了解是台北市政府 因為看到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說啦 也是要啦 你在OTR你裡面要拆哪用 難道你不經過申請嗎 還是要申請 如果不是這樣 他台北市政府 文化局 還在邀請文資委員 再去虧開一次 然後說這個不行 這個真的是股基 這個 這裡面有TR專的確是股基 要不然就是說 你們要 要去 那個主委 我現在請教主委 您來行文給台北市政府 為什麼你們的股基鑑定 這麼草率馬虎 書 造成今天股月台 這種屬於歷史建築的磚塊 在這邊被這樣毀壞 因為股月台 他原來並不是被指定 不在股基範圍裡面 所以您剛剛講說 他要報是因為 他只是報到文化局 是一個行政程序 他不用經過這些審議委員 可是現在因為地方文史工作者 覺得說 這有歷史的價值 所以 這個文化局 已經請他們去看了以後 他們現在已經做成決議 那由明華園會負責出資 然後去付出資 市委 我現在要向您提醒 是這樣 不就是你們的教育不重 明華園他是推動文化對不對 是 他是不是無形資產 目前已經列入無形資產了 明華園本身不是 還沒有啦 他的那個 隔載器還沒有列入 無形資產 那他極力在推動文化 他既然租用台糖的糖廠 基本上要有一個觀念 台糖糖廠裡面 任何一塊磚塊 鐵路的鐵軌 雖然沒有列入古蹟 他都可能 未來這裡面下面都是保 在使用的時候一定要提出申請對不對 是 這我們同意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行文給各縣市政府 你如果是古蹟區 他周邊他OT出去的話 你要來做些改變的 面貌改變 都應該要申請 要詳查一下 他到底要拆除什麼地方 他可能 不可能 會拆除到古蹟的部分 古業台什麼叫做古業台 就是古早的東西 他一定有歷史意義 這個就是生活需要的歷史意義 他不是只有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水泥鋪在上面不像古蹟 其實他整個園區就是一個生活需要 當時的一個機關或者是一個 一個產業的一個歷史建築或者古蹟 對 主委 我建議你們應該要行文各縣市 在使用的時候真的要小心一點 好不好 或者你說推動文化的人 不能用一句話說 你現在是因為怕小孩子摔倒 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去處理 這不是理由 你可以把高低落差用一個木構架去把它鋪平 對不對 這個都可以用其他方式 另外一個齁就是我非常驚訝 澎湖玄武延保留區 居然要請中國漳州跟他聯手去申請世界遺產 你是世界遺產 那個我們文化主管的機關 雖然這個是農委會保留區是農委會指定 他97年指定98年又擴大範圍喔 但是 我們知道我們不是聯合國會員國沒錯 他的理由非常荒謬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去指正一下澎湖縣政府 是不是澎湖縣政府的點子啊 他的理由是說因為我們受到政治的 這個這個打壓 所以要請中國漳州一起聯手 難道他不知道打壓的對手就是誰 就是中國嗎 中國就是這麼打壓你啊 他也是這樣打壓 所以他 你今天沒有辦法提出來 他不僅要求 他現在正好正中他的下懷 他說喔好 澎湖的玄武延這麼漂亮的地方 我中國漳州來跟你聯手申請 這樣後來他定義的就是中國澎湖玄武延保留區 登記的絕對不是台灣啦 中國澎湖玄武延 所以你應該讓他們知道 澎湖縣這種異想天開的做法是不對的 台灣有18個潛力點 世界遺產的潛力點 然後我們要忍耐 有一天中國他不是這個聯合國這個指定的 也許世界這個聯合國到哪一天他開竅了 不是會員國也可以去申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台灣這麼漂亮的地方給凸顯出來 而且要行銷這個點喔 不一定要去那裡登記 應該要請澎湖縣多多向國際行銷 他還是可以引來觀光客啦 我請主委回答一下啦 我想我們申請事宜的這些做法 我們一定是在維護國家主權跟尊嚴的情況下 所以這個是我們基本的立場 同意還是不同意 他到底用什麼具體的方式來申請 你沒有看到報紙寫的 我知道 如果說單純跟這個對岸這樣子去申請的話 我想我們如果沒有辦法避開被矮化的情況 那我們絕對不會支持 一定是被矮化嘛 可是假如是還要想說不能避免 你是不是默許 這個案子還沒有到我們這邊來啦 我們最近會開會議 最近會開會議 他要不要向你們申請 他不會嘛 他不必跟你申請嘛 會啦 他一定要經過我們這邊的推動 要不要經過你這裡 你會同意嗎 如果是您講的這個情況 我們當然不會同意 一定是這種情況 中國一直想 我們連原住民他都想要一起去登陸耶 好我已經提醒了他 好好 那請主委一定 不能夠造成自己國家的困擾 好好